说吧 你不是厨子之身 到底怎么回事 谁干的 姐 你说什么呢 你 是 是夜晨 夜晨 既然如此 我立刻为你们筹备婚礼 婚礼 姐 要不 你还是先去问问夜晨吧 怎么 难道他还敢拒绝不成 行 但要是夜晨也同意 你可不许再推土 夜晨不会同意的 姐姐 你还没察觉吗 他分明爱的是你 我决定 亲自为你和凌儿 操办婚事 婚事 为什么 他 他把那件事和你说了 不行了 这绝对不行 怎么 我想负责 还是说 你敢嫌弃灵儿 不不不不 不敢 师父 我是为了救人才 楚 楚灵 楚氏书也答应我不再追究这件事了 何况我早已先有所属 师父你不能乱牵红线 先有所属 属谁了 当然是属师父你了 师父 只要你愿意嫁 我马上就娶你 你 认真的 不是什么借口 当然 我非师父不娶 你想得到挺美 不过也不是不行 只要你有一天强过我 师父我就嫁给你 真的吗 你 音音未定 师父 你等我 你 你 这小子 难道是认真的 造化者 明天异 总觉得都差点意思 就一个箭子 就一个箭子 连介绍 算不太厉害的样子 这些莫非都是不同的剑术 不过真是不同的剑术 要是把这些剑都收服了 那岂不是都能为我所要的 好 什么情况 一起来 要不要这么欺负人啊 一 还得及 犍不 万箭朝宗 一箭花万箭 而万箭朝宗 心智作哑 剑柠摧 这个小师弟 真是不得了 叶辰也太拟贴了 都不能修量了 还能领悟如此神通 怎么 打不过还要哭鼻子 这七夕 好熟悉 灰色中 金色真虎 果然是你 喂 这么久也闹够了吧 再打下去 我可就要叫我们长老来 把你们都丢出去了 小姑娘 这丹城可是不尽正端 你威灭太 血头 我说过不要让试的吧 你只剩下三个月的寿命了 是之前禁术所致 所以我想请问长老 有没有延续寿命的灵丹 这种丹药的炼制方法几乎失传 市面上也不流传 连我这里也不想收藏 有个地方或需要 当年丹祖潜心钻研炼丹术 故到之后 剑里丹城 吸引了天下众多炼丹师来死聚集 之后丹祖将终身所学炼丹领悟 集成一术 是为 万丹宝典 那丹城的万丹宝典里 定有严守丹风气在 看来我有救了 这本书可不是想看就能看的 丹城定期举行斗丹大会 任何人不论出身门派 均可参加 夺得第一名的人 才能获得观看万丹宝典的机会 不过算你小子走运 过几日便是斗丹大会 你可以随我前去参赛 就算拿不到第一名 也能在丹城搜寻一些 有用的领丹 再做其他打算